吉安湘2021客家童花季接近尾声 半个月的花期间吸引了上千位民众热情参与 而在童花季最后一个周末假期 乡公所还推出了童游极野风情的游城 透过骑铁马探寻赏童秘境 体验田野风情 乡长游淑珍表示 童花季之后还会有金针花季还有韭菜季 每个月会有不同主题 欢迎大家来体验吉安风情 吉安湘2021客家童花季在4月10号开罗 乡公所规划了漫游赏童客与分享打卡送好礼活动 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热情参与 而在最后一个周末假期 还推出了童游极野风情的游城 透过铁马探寻赏童秘境 体验田野风情 也为今年的童花季画下完美据点 童游极安我们温馨幸福一起来 我们风雨无阻来欣赏吉安的美 我们从韭菜田一直走入我们的童花大道 看到我们这个临近的牛马就这么近在眼前 也看到了我们吉安的青山绿水 好人情 好人文 我相信吉安的美一定是让大家收获满满 而且回味无穷 乡长游淑珍表示 未来每个月会有不同主题 带给民众不同的惊喜 也欢迎大家随时都能够来到吉安 体验最美好的山水田野风情 我们在童花季之后 我们带来每个月不同的惊喜 因为童花季即将结束之后 我们要开启的就是五月的母亲花金针花 所以我们每个月有不一样的惊喜 金针花之后呢 我们就要带来满满的韭菜花 以及各香的花 就会开始来绽放 在吉安里面绿绿的我们的韭菜花点 甚至于可爱的这样的马儿马皮 以及我们来割韭菜 我们来采龙虚菜 来看远山 来看大海 上海一线间的吉安香 随时都准备的不一样的惊喜 等着大家来探索 月月有惊奇 日日有不同的感受在里面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县吉安香 24号的油桶吉野风情活动 虽然遇到下大雨 但参与的民众热情不减 大家都穿着雨衣 骑着脚踏车 参修在吉安的田野当中 享受最自然最美好的田园风情 这里会吉安香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